那接下来我想要去做的就是 这最近三年的同期比较 因为通常我们会希望 2020年跟2019年之间 到底有什么变化的同期比较 所以我们来画这张图 首先我个人的习惯是 我拿既有的图来去改就好了 所以请选 好吧第二次再画这张图 所以我们空白地方点一下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选折线图 请选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在折线图里面 我们来去画那个 那个就是横轴一定是进口日期2 所以先勾选进口日期2 然后我希望它是1月2月3月到12月 对不对 同期比较各位知道吗 就是2020年1月要跟2019年1月比 所以我的横轴是1月3月3月4日 所以请选 请选哪一个 请选这一个 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多向下探索 一次变成记了 再一次变成月了 可以吗 要点两次 然后接下来请勾直 请勾直 可以吗 你现在看到的是 所有每一年 是长这样子 每一年长这样子 可以吗 这个点就是 那么多年的1月 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它才叫 多向下探索